山海关前线集电 我看奶奶 这个张作霖真是个麻烦 动作这么快 而张作霖的动作如此之快 令吴沛福万万没有想到 在即将出兵的同时 吴沛福还要提防冯玉祥 他让京北师王怀庆做好对冯玉祥出师的准备 冯玉祥得到消息 吴沛福在京城里抓到了奸细 于是他拿着辞城面见曹大总统 从他口里得到了可靠消息 昨天抓到的奸细是一个假的 并不是许谦 吴沛福既然在京城里收拾不了冯玉祥 于是他听从王怀庆的主意 将冯玉祥调离京都 前往北谷口与凤锡作战 吴沛福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 他任命王成兵为副总司令 而且兵分三部 跑逆叛军 第一军捧手身为东部 沿京凤县前进 由山海关锦公辽审 第二军王怀庆为中部 出席封口直攻热潮 第三军冯玉祥为西路 出谷北口直攻开路 吴沛福坐镇惊师 一方不测 冯玉祥何尝不知道这是吴沛福的轨迹 曹坤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之位 出征之前将帅不和 乃兵家大计 于是他亲自下令为冯玉祥分发了一些装备 我给换张大车一千台 骆驼三千封 毛驴五百头 行了吧 好的 你们坐不上火车 就辛苦一点了 冯玉祥只能看在曹坤的面子上答应出兵 随后他的一戏话又给自己成功留了后路 我要提醒大帅一句 有话快说 京畿卫处司令王怀信将军出兵洗风口 京市空虚不可不虑啊 嗯 你虑得对 是不是 吊孙悦 任京畿卫处副司令带兵进京保卫大军 第一路和第二路按照命令已经出发 只有冯玉祥的第三路军还没有行动 妻子的一戏话点醒了他 出兵就出兵呗 走得快慢 不在你吗 曹大帅 待我有恩呢 我有点 于心 不认 老不踏实 推翻 汇选政府 是继续革命的大事业 义无放过 就是 国家是大 中国自古以来 就将大义一亲 冯玉祥的部队不紧不慢的行军 当他们经过村子时 那些老人的话直击到冯玉祥的心底 打吧打吧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中国人都打绝了就不打了 冯玉祥治军有方 他的手下尽量不打扰百姓 就是买东西也要给钱了 吴佩夫坐镇京师 已经调精锐第三师驻守北京 要想推翻汇选政府 就必须想办法将吴佩夫的第三师调离京都 另一边的吴佩夫借打仗为由 他将那些老臣聚集到一起 让在座的各位美人出一百万大洋 资助军费 如果不答应 就全部扣留在这里 直到家里人送来大洋为止 打败胡匪张作霖 不也是保护你们的安全吗 一百万元 让他们家里拿钱来领人 为了加快推导 会选政府 冯玉祥命令部下 电告吴佩夫 马上给吴佩夫发电报 所以要梁响 要棉军庄 他妈的个八子 吴佩夫兔崽子 逮住他我点他的天灯 你马上回奉天 吴天之论你拉不回弹药来 我别人你 是 第二次直奉战役 双方出兵达42万人 直起出兵25万人 奉起出兵17万人 双方在主战场山海关基站 这次战役还动用了航空飞机70余架 除正规部队外 还有一些别动队 如骑兵 民团等配合作战 就在双方激战之时 张作霖悄悄派他的私人代表马炳南 前往天津拉拢万西军阀首领段祺锐 只不过他在直晚大战中失败 被迫下野 在天津做了愚公 马炳南给段祺锐带来了 孙中山说服冯玉香倒戈的情况 等马炳南走了之后 他立即向他的就不发了电报 而马炳南离开天津后立即赶往谷北口 大帅 大帅再三的让我向冯将军致议 只要能推倒曹武 一穴两年前兵败山海关的大仇 就一切听冯将军的安排 听完这话之后 冯玉香与张作霖达成协议 但他的私人代表只有一个要求 唯一的要求是贵部在谷北口战场 停止军事行动 使凤军可以集中兵力攻下山海关 吴沛福虽然坐镇惊师 但他还是不放心冯玉香 于是命令副总司令王成斌 前往谷北口督战 冯玉香何尝不知道吴沛福的用意 虽然王成斌一再催促冯玉香出兵 牵制山海关战士 但冯玉香以各种理由搪则 此时的山海关九门口 争夺战异常激烈 王成斌作为督战官前来谷北口 冯玉香心知肚明 但他的部下为了他的安全 建议他立即除掉王成斌 一行人 冯玉香自有打算 再说吴沛福的第三师 还在北京 去了也是找死 九门口是突破山海关的重要战场 直奉两军在九门口激烈争夺 但奉军攻势很猛 直军一度在九门口失守 即使战士吃紧 吴沛福还是没有将他的第三师 调离京都 在奉军的攻势下 九门口很快被攻占 为了让吴沛福下定决心调离第三师 冯玉香又继续加码 吴沛福全盘结束了 再给他加点码 调台的第三师出北京 传我的命令 我军后撤十里 让开西山路口 是 给张作林发电 请奉军急速开进西山路口 向山海关 直军背后 终于在1924年10月11日 吴沛福轻率第三师出京都支援山海关 虽然他的部下有所担心 吴沛福已经派副总司令前往谷北口都站 又命胡锦义截断冯玉香的后路 他不知道的是胡锦义早就倒戈 而副总司令王成斌那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冯玉香将自己囤绑起来 直接找到王成斌 他不想用威逼手段制服王成斌 两人说话间 王成斌的宪兵私自开枪后 却被很快制服 我们第三路军全体将士 示威前驱 追随副总司令 共同完成救国大计 最后两人都拿出吴沛福给他们的密函 任王成斌为前线独占司令 监视冯玉香的行动 如有不轨准期将逢就地军阀处置 逢步第三路军交由王成斌解制 事成任王为东三省寻约使 吴沛福 但后 允任冯玉香为东三省寻约使 又是吴沛福 嗯 至此冯玉香 王成斌 胡锦衣三人宣布启示 第三路军和胡锦衣的部队 一同更改为国民军 在两人的慷慨陈词下 所有士兵想应打倒曹坤和吴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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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